好,我們就準時開始 一秒都沒有猜到 OK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這一場哲務 今天這個題目其實大概 我覺得剛剛講的重點 比如說每一個都會有勞動的機會 那勞動應該不會有尊業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英文怎麼becent world,becent life 就是你有沒有尊嚴的勞動 有沒有尊嚴的生活 那顯然這四個字 勞動尊嚴這四個字 是出自於ILO的一個倡議 就是說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說 如果達到這四個 就是所謂的勞動尊嚴 你最喜歡有幾個面向 比如說勞動保護 勞動保護 勞動保護重要 勞動保護重要啊 保護什麼 保護你一天工時幾個小時 比如說老師講的 事實上有些學生被要被迫 要被迫 要延長工時 對不對 基本的勞動基準的保護 這很重要對不對 那就業保障呢 每一個人有勞於被歧視的兄弟嘛 每一個都有勞於被歧視的兄弟 每一個都有勞於 執災的恐懼嘛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 社會保護重要 社會保護 包括當我們生病的 或我們發生執災的 或者是當我們有一些 需要其他人來扶持的時候 那有沒有一個稍微安全的提示 來做這樣的一個支撐 跟後面的 也許我們可以談更多的 這個社會對話 跟社會組織的部分 那這四個代表 我相信待會兒講者都會提到 譬如說 余軒他本身是工會的理事長 他長期也在做很多的 類似勞動權益的這樣的一個倡導 那 所以這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工會的部分 一部分是合作社的部分 那我們就好好來談 如何 如何來達到 如何來做到 有關尊嚴的勞動 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就先 趴華香的掌聲歡迎第一位投手 吳宇宇宇宇宇 謝謝優蓮 其實這次來 就是 我自己也有點在想 就是到底這個題目是不是適合我來講 有一種感覺就是 你說這個勞動權益 其實我們現在其實在常常講說 那個 工會啊 勞動運動啊 就是工會很難搞啊 然後很累很辛苦啊 然後 那不如就是直接開合作社好了 就是大家都很答應 所以大家都很答應 一票會有問題這樣 然後我這個就是 應該是說這件事情就有得看就是形象的狀況 就是說 我等一下會分享比較是合作社的故事 然後 工匪的故事講說 我等一下會分享的是工匪的故事 然後等一下 技術會多講一點就是關於合作社的部分這樣子 那 對 所以 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剛剛有也有說 我是那個台灣貝利主持產業工匪的理事長 然後 我是一個斜槓青年 所以我有很多身份 對 然後我也是 同時是那個台灣青年勞動九五點龍的理事長 那剛剛那個老師有提到就是很多建教生被欺負的事情 就是 呃 當時那個建教生的那個 相關的權益的那個步伐 其實也是九五點龍跟台少盟 就好幾個民間團體 我們一起就是推動就是說 呃 建教生他至少也要服務 就是受到老地坊的保障 而且甚至要很多 對 那 但是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呃 建教生因為步伐了 所以他的保障很多 結果變成是現在的通常都國外用的建教生 他們都用大專的 就是那個 要產業工作 對 然後 呃 我的正職工作 就是有領性的工作 其實是在婦女心事基金會 那婦女心事基金會其實一直以來都在做的就是一些 所謂的立法或者是修法的倡議 那主要都是跟女性或者是性別的性權比較有關係 嘿 然後我自己在工作之餘就是會做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那其中一個就是勞工營展 所以大家如果這幾年有比較關注一些 台北市政府辦的活動的話就是我們前幾年都有 就是承辦台北市政府的勞工營展的活動 那今年也有 對 今年是在10月底 努力變出來當中 然後呃 在2010年前後那時候有一小撮就是 就是年輕人就是有點小笑而已 就是整天在外面抗議 那這個就是我就是我跟一些學長檢察 那時候有一個就是不是很正式成立的 不是叫做高科技人級的青年 那時候主要在談的是因為在2010年的時候 剛好遇到就是有很多的這個所謂高科技產業的 老公遇到急災 譬如說他自殺 就是大家也記得初始抗票的十幾個功能 然後在台灣也有就是 呃 鴻海 在 呃 王學鴻的工廠 那個HTC的工廠 然後他們在 次數要組成公分的時候就被開除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一連串的抗議的行動 那 呃 但是這個其實跟我今天講的沒有什麼關係 對 就是只能讓自己介紹 那剛剛講到今天的主題是尊嚴隆重 那剛剛有年其實已經有先跟大家提示 這其實是 ILO 就是在他們的報告裡面提到的 就是他有幾個標準 但是其實再把它分開來看就是談 呃 尊嚴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想到什麼 好像有點抽象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有尊嚴這件事情 到底指的是什麼 其實呃 我工作的時候 不要像一個要犯人一樣被人家欺負 類似這樣講 還是說 呃 就是尊嚴這件事情他要怎麼去抵抵 然後再來談勞動 勞動這件事情他可以很廣益 包括說就是 呃 比如說我現在在就是 講話就是上課這件事情 也有點直接印象在勞動 那或者說我白天在辦公室上班的時候也是投動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他其實也是一種勞動的形式 那這個 題目等一下就給你進出來談 哈哈 好 那 呃 因為說演勞動這件事情 他很抽象很難談 所以我們反過來談 就是現在的工作怎麼了 那所以我們常會說 我們想要有做演勞動 對 那 呃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普遍可以看得到的現象就是高工時 呃 工作時間很長 然後薪水很低 低薪 然後再來可能包括是 呃 有蠻多工作其實是有情緒勞動 所謂情緒勞動是什麼呢 就是 例如說 呃 我現在在婦女心事基金會工作 那我的工作除了就是有一些政策的推動之外 其實我還有一個工作是在接辦公室的電話 辦公室電話有時候會有一些就是 呃 女性勞動者打電話進來 說他可能 呃 就說他懷孕 然後他跟他的公司的老闆講 結果老闆的老闆講 那你下禮拜就用再來 那怎麼辦 對 然後呃 呃 這些事情可能很單純的 就是告訴他說 有一些法律資源啊 然後包括說這件事情是違法的 然後有哪些法律你可以用 然後哪裡有管道可以升阻 那但是呢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人打電話進來 他可能不是要這個簡單而已 他更多時候他其實是想要抱怨他的老闆多爛 所以你可能可以花十分鐘幫他解決到沒有問題 告訴他怎麼做 可是他可能會花半個小時的時間跟你講說 我們辦 我們的公司任壞機多可惡 老闆多可惡 然後誰誰誰很壞 然後就是花半個小時再抱怨 那 但是你作為一個敵業的團體 你其實很難去告訴他說 喔 這樣子 那 呃 呃 謝謝你告訴我 然後把電話掛給他 這樣你可能以後就用不到捲碗 對 所以 就是必須來的性能 去聽他講 然後應程度上去統領他 然後告訴他說怎麼樣做 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 這是一種情緒勞動 那 更具體的來說其實蜂蜜的也很多 我想大家在外面就是吃飯後過 其實應該也常會遇到 或者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也是 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很失控的客人 他可能會因為一些金毛蒜皮的事情 然後大發脾氣 那 作為蜂蜜業的工作人 你當然不可能就是跟他翻臉說 那你就不要來馬洋怎麼樣 就是這樣可能這個電影後就沒有辦法辦 所以就是一定程度上就是幫自己 戴上一個面具或者是建立一個防火牆 然後去阻斷這個情緒 去處理這個現場的狀況 他其實也是一種情緒勞動 那再來就是剛剛前面這幾箱 一疊加起來其實很容易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體力透視 就是如果說你一整天 假設就是早上9點開始上班 然後晚上6點下班 那下班之後可能回去就是吃飯 或者是煮飯就是用回晚餐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你就會發現你自己的時間 大概只剩下3到4個小時 你就得去睡覺 因為明天又得休息 對 那如果說你再加上更多其他的事情 其實你的休息時間就更少更少 對 那就是很多時候狀況就變成是 你其實接下來就很能力去遇透視 那在這樣子的無線循環狀況 這樣你就會突然很延遲 就是我知道你公司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工作嗎 但是我的工作又有這麼多的負面的東西 公司很長 薪水很低 然後因為電話要接 很煩 對 那如果說這個狀況一直持續下去的話 通常我們最後的結果狀況就是人會壞掉 對 就像那個底下那兩道圖一樣 就是很極端 一個就是你都會變得像僵屍一樣 就是雙眼無神呆滯 然後就是每天行屍手肉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會精化成 就是有一點可能有一點病態 就是說他可能會變得過於就是抗憤或者是激進 那在這邊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我研究所的同學 他後來畢業之後他去一家NGO工作 就是某某學會 然後他們這個學會裡面呢 只有兩個工作人員 一個是他 然後另外也是秘書長 那秘書長其實身兼這個學會的會長 所以等於事實上就是只有他一個工作人員 那他們講的就是平常工作 就是在同一個辦公室裡面 處理一些新證書 什麼發電指導啊 做研究啊 辦研討會啊等等 那但是因為秘書長什麼 因為他就是身兼多吉 所以很多事情其實都會丟給我這個同學去做 那他也會一直很要求說 喔 你就是要必須要 比如說有黏手我們公司的紀律 就是什麼文件一定要收好 然後我必須要保密 所以說都一定要縮起來 然後不能夠外寫給其他人知道等等的類似像這樣 那在這個辦公室工作呢 就是一開始覺得好像矮好 就是很多東西被學 譬如說學一些新生書 啊 網邊電子報啊 辦活動啊等等 可是隨著時間越來越長之後 他就發現他壓力越來越大 就譬如說 他開始經驗就是出現有一點快點 他會再下班之後回到家 但是他還是一直很擔心 他的辦公室到底有沒有鎖好 那個搜集到底有沒有鎖起來 因為每次秘書長都會稱鼎領外交代 就是一定要管後面收好 不然會被封走 不然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甚至到底他在 他自己一個人在辦公室上班的時候 他如果看到辦公室的門口有人影 他會擔心 是不是有人要過門而入來進來搶東西 對 那到後來是有一點點嚴重 是他會以為就是有人在後面切切私語 然後要攻擊他 對 就是已經壞掉到這個程度 那當然這個一定程度上 也跟他的公司裡面有關係 因為他當時為了要準備辦一個大型的讀討會 只有他一個人去負責組織那些事情 然後底下要管15個工程 所以他每天工作到10點半 然後才回家 對 然後各天又繼續上班 然後繼續籌備的讀討會 對 他所以他到後來就是真的是壞掉了 然後他會來找我就是束縛 就是跟我講說很累啊 但是又覺得說這個工作很重要 就是因為這個整個組織裡面只有我一個工作人員啊 如果我不錯的話 那我都會辦不出來啦 就是下一期的電子報就沒有人發啦 怎麼辦 那我跟他講說 就是你必須要停下來想一想 就是到底是為了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如果說你今天 好啦 你當初就是進來這個 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 那我就當初是學習好了 因為這些東西我不會辦活動 然後我也沒變過電子報 我也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進來學 那他已經在那邊做了快一年 然後就是完全呈現一個壞掉的狀態 我剛才講說 那你覺得你要學了 你已經學到了嗎 他說有 那我說 你覺得這份工作還有什麼事情 只能一直在留下來 就是你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你沒有辦法正常的吃喝睡覺 然後你一直會聽到幻聽 然後你甚至會一直有焦慮的狀況 那你是不是應該把自己重生離開去 就是讓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那最後在我就是勸說了大概 一兩個禮拜有 然後他終於就是急急有期 跟藝術長要求他要離職 然後他一直回到他老家 在高雄還在台南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他就傳了一張他精神飽滿的照片給我 然後說謝謝你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過得非常的好 對 好 這件事情只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其實工作的壓力 然後包括說這個所謂的工作這件事情 他其實真的會把一個人弄到壞掉 好 好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是NGO共會的事情 我在大學的時候我念的是外文系 那外文系大家比較傳統的想像 都會覺得說 我念了英文之後可以去當翻譯 可以去當公司的秘書很厲害 那我那時候就是想的是 就是有滿腸的熱血 就覺得說就是可以到NGO裡面去服務 然後去改變社會 但是在大學的時候我選了一堂課 那時候被一定組織管理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 這個夢想就破滅了 所以還沒有地點還沒有確認 沒有工作就已經破滅了 因為那時候老師就已經跟我們講了 就是 NGO公會 NGO組織他的 就是財務狀況其實很現實 就是因為他絕大部分就是靠一個 就是 政府的補助 然後不然就是大眾的捐款 那這兩件事情 政府補助也許相對來說 比較可以預期 但是大眾捐款其實是非常無法預期的東西 所以 NGO的這個財務 因為他其實很難做一個很有系統的 去做一個長期 中長期的財務規劃 所以 如果要去研究工作的話 你可以預期到的是 你的薪水可能不會一點點漲 然後你可能很難有 就是太多的福利獎金 因為就是 這些木板來的善款 他基本上就是捐款很期待 你要去做某一件事情 也許是做社會福利 去做兒童的服務 或者是說你可能是 要去做一些 譬如說像環境的議題 可能要去做長期 可能要去做長期 大家可能不會 就反而可能不見得會期待說 你會把這筆錢拿去放在 工作人員的清水上面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固執的一件事情 好 那 這張圖片其實是我們當時 就是 在籌備工會的時候 就是我們發現 有非常多人都有 類似像這樣的困境 就是 帶著滿腔的熱血 然後來到了這個產業 可是卻發現就是 例如說 非營利組織沒有發展性 然後又可以加到 對 這些事情 好 那 這個東西 具體來說就是 剛剛講的一些是 非營利組織的一些狀況 那 比較細的來講 就是我們常在講 NGO NGO的英文其實是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是非政府組織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就類似叫做NPO 是非營利組織 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 那 這兩個東西其實在台灣 很常混的說 就是它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定義 或者視線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 NGO跟NPO 它其實是高度重點 那簡單來說就是 像這樣子的 這個所謂的 非營利組織 或非政府組織 它其實通常比較多是 理念導向 或者是功能導向 就是所謂的理念導向指的是說 它可能是一種 倡議型的組織 例如說它可能是在 在推動人權 譬如說財政會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 它可能是 像剛剛腳踏進議題 譬如說 腹腹聯盟 反力管護基地委 是基地委 然後它就是 比較是理念導向的 在去推動一些這種 所謂的 社會文化 或者是政策的東西 那另外一種 比較功能型導向 就是比較常 是我們看到的 例如說一些社會機構 它可能是在做 例如說像地心 地心很多時候 都是在做這個 所謂的家房 或者是家暴的一些 婦女的服務 那或者其他 就是有一些 它可能是 它比較本身 它本來就是一種 原因性的組織 它可能在意的是 例如說 我們是一個 什麼同鄉會 或者是什麼什麼的 同學會 某某大學的同學會 類似這樣講 它是比較功能導向的 那這些組織 它們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們的規模分布 都比較奇怪一點 就是幾大 或者是幾型 例如說 舉一個例子 比較大的 例如說 組織聯盟 組織聯盟 組織聯盟其實工作人員 比較適合 然後 剛剛還說到另外一個 檯全會 檯全會 檯全會也是十人以下的小組織 對 那這些就是比較是一個 常見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講的就是像這樣子的 就是從NPO或NGO 它其實 絕大部分的時候 它的收入來源都是捐款 或者是政府的補助 那也有可能是去申請政府的專案 再走進就是來自於政府的經費 那像這樣的組織 它跟一般的企業比起來 一般的企業 它的就是最大的作用當然是 就是賺錢 對 那再來就是它的規模 可能就是都有 就是有大有小 那主要的收入當然是來自於消費者 那為什麼會要做這樣的比較呢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其實絕大部分的時候它的性質 都會是以理念 或者是功能導向為主 那當然那個所謂的功能導向 它其實有一定程度的這個社會福利 或者是理念在裡面 那 再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看 就是這一些所謂的NGO 或者是NPO 它們怎麼去分 如果你用台灣的法律來看 台灣的人民團體法裡面 有去分職業團體 政治團體 跟社會團體 那職業團體比較單全一點 就是公會 或者是這個公會 就是一切功夫的最後 對 然後再來是政治團體 不過現在因為有政黨法 所以這塊其實已經 基本上往外切出去了 然後再來就是社會團體 就是其實絕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在講的NGO 其實都是在講這些社會團體 比較多 好那 因為就是還有另外一塊 就是說我們會分 它是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然後社團法人 沒有分營地法人 或騙營地法人 然後非營地法人 其實很多就是剛剛前面講的社會團體 對 就是很多協會都在這邊 這樣子 然後財產法人也是 大家比較熟知的 可能很多經驗會 都是在這邊 那唯一跟大家不一樣的 就是營地法人 就是基本上就是公司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 這個菲利組織產業公會在談的 基本上就是除了這個 公司之外的其他的 所有的團體 基本上都算是包含在裡面 好 我重點今天不是要來講 這個菲利組織概論 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談的這個 NGO它的這個界線到底在哪裡 那 我最後要講到重點就是 理想上就是通常都會講 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型 會分三個部門 第一個部門是政府 第二個部門是私部門 就是商業組織 然後很多人都說就是 這個所謂的菲利組織 或者是公民社會 是一個理想的社會裡面 應該有的一個一部分這樣 然後沒有人說媒體是第四部分 好 那所以重點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這個菲利組織跟公民社會 這部分它其實是理想的 那但是其實在這個地方裡面 有非常多不太理想的勞動條件 就 我自己在這個公會的成立裡 或者說從公會的籌備開始 到真正的成立 其實中間有跟很多人互動 然後我們都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菲利組織工作的老闆 所謂的老闆 就是組織的負責人 他們其實都有滿腔的理想 他們都很想到就是改變社會 不管是從哪一個議題 或是哪一個層面去做 但是他們都會常常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他今天做這些事情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在做 或是他還有一個組織跟體制底下 有非常多的工作者 在做這些事情一起推動 才有辦法去完成這些事情 那這些人他們也都要養家戶口 也要吃飯 對所以很多時候就會變成是 他們會有滿腔的理想 然後可能可是可能回頭 就是菲利員工就會說 不好意思我沒辦法可以加班費 或者是說就是今天沒有辦法讓你請假 因為事情太多 或怎麼樣怎麼樣 對那 但是其實 恩絕工會一直在想的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要的是 我要做好的事情 我要做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有一份好的工作 好 所以終於講到終於勞動了 就是我們要有好工作 那要怎麼辦 剛剛講了很多問題 就是工時很常 薪水很低 情緒勞動 然後各種讓人很討厭的事情 那 呃 面對這麼多的問題我們該怎麼辦 那其實 主工會就是一種方法 那所以我們在 呃 其實在2017年左右 其實那時候就有就是組成聚會 就是大家聊天 然後一方面是先抱怨老闆 抱怨之前其實很爛 然後接下來就是再來談說 那我們想要改變的話我們該怎麼辦 那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主工會 所以我們就是籌備了大概一年多左右 就是 呃 經過了不少磨合 就是包括說大家對於工會的想像 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們打算怎麼做這樣 然後就是到 呃 去年一月我們才終於成立 對 那當然這也是因為就是 其實剛好去年跟前年發生了幾件 在呃 NGO 或者說社福界一件比較大的事情 就是 大家還記得就是去年 去年年初最後就是 腦體法修會終於定案 就是 再回到 呃 一朝醒來又回到幾年前這樣子 就是 腦體法又修回去了 那那時候就是在 呃 地心基金會的那個 呃 紀慧蓉就有投書 就是說就是他覺得 其實社福團體很特別 我們需要社福團體特別的 就是我們不要是用腦體法 就是 腦體法不合身不好用 對 然後在跟之前就是 賴清德雷有講說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做功德 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惹怒了很多人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有非常多的討論 就是說那 那如果說我不甘於就是 只是單純的抱怨 不想要只是 呃 就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那我們要做的改變就是 我們想要組成公會 好 那 講了這麼多 就是所謂的尊嚴勞眾 那主要主公會 那這個主公會到底 可以幹嘛 好主公會其實有很多功能 那這個是 就是 就是一般 那個公會法裡面 就是有列出來 或者說一般的公會 就是這樣子裡面會行 就是什麼定團協啊 然後處理勞資爭議啊 然後 欸 剛剛有講說什麼 尊嚴勞裡面也包含就是 免於什麼自災的恐懼 就是所以勞工條件 跟勞工安全衛生 很重要 然後還有會員的福利 然後包括說 公會也可以去推動就是 相關的政策法令 然後拜勞教 然後做調查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呃 康樂或者是什麼的活動這樣子 好 公會很多功能 那我們到底在幹嘛 我們後來說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呃 我們做了一個 勞工條件的調查 對因為 剛剛 對 剛剛比較前面的地方 有幫他上了一個很短的 非遺體組織 概分 就是說非遺體組織 它包含了非常多 不同種類的團體 那 那 這些團體有大有小 他們的規模不一樣 他們的工作狀況 當然一概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想要去了解就是 呃 這些非遺體組織 他們的規模大小 然後跟這裡面的工作人員 他們的勞動條件 親自狀況 好 然後我們就發現 就是第一個 超過百分之七十的 就是工作人員都要加班 所以其實真的是常態 那我覺得這不是只有NGO 就是特別是這樣 其實你放到 就是一般的企業 我相信就是這個 數字比例大概也不會差太多 然後我們也發現 然後 就是 再回去跟他講的就是 就是高工時嘛 然後情緒勞動 然後晚上下班來 再跟你講說 你每天這個東西要做給你 然後再來還有 休假日要加班這件事情 非常多的非遺體組織 他們都會在 休日的時候辦活動 因為這個時候是 大家休息的時候 所以我們為了要接觸到 一般的民眾 就是所以我們必須要 在休日的時候辦活動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很多時候 工作時間會很長 他可能甚至工作 超過七天 然後而且還沒有用 這是完全規法的事情 對 然後再來是 但是連續工作其實 連續工作超過七年 也是非常常見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做了這個調查 然後 呃 然後呢 其實我們接下來在談的是 希望能夠從這件事情 開始去呼籲大家看到 呃 在這些做老師的團體裡面 他們其實有 非常多的工作者 是非常過勞的狀態 就是我們不能只光看說 喔 力氣很棒 他做了很多 呃 受爆婦女 或者是受爆新少年的這個 就是救助或者是輔導 或者說我們不能只看到 醫院他做了很多的 這個 所謂的社會福利 或者說我們不能只看到 某些團體 他們指 就是每天高喊人權 或是每天高喊 就是我們要環保 要救星球 要幹什麼 那他但是他卻沒有 遇到自己的 員工的這個 勞工的狀況 好 那剛剛的那個 勞工條件調查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其實簽了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公會 跟公會的同體協約 一般來說團體協約是 勞方跟資方去簽訂的團體協約 那我們的也是勞方和資方的團體協約 但是我們的是 呃 非營利組織產業公會 跟台北市醫師職業公會簽的 就是兩個公會簽的團體協約 勞方是台北市醫師職業公會 這個是醫師職業公會 職業公會 職業公會 他其實是 呃 醫師職業公會 相對來說是 比較 比較抗爭型的公會 他比較 不像傳統的公會 就是比較是那種 就是喔 我顧好會員就好了 剩下沒我的師 他們在談很多就是 關於 例如說醫師納豬老司法 這件事情 他們也有很多的社會抗議 或是他們也談 在醫護產業裡面 其實有很多 資產性騷擾 或就是懷孕歧視的問題 他們談的更多是 這種大的方向的政策的東西 那 這個對他來講 就是作為一個公會的秘書 他其實也很感動 他也覺得他在改善這個 呃 醫護產業的這個 勞工條件的問題 所以他也自己覺得 他做的事情沒有意義 他很願意付出 所以對他來說 他可能也會覺得 就是高工實踐性 他可以忍受 因為他覺得他做的事情很重要 或者說他也覺得 呃 即使是 呃 沒有辦法黏黏操心 那也是因為就是公會 還成長得不夠快 所以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 呃 他今年才 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才25歲 對 所以他就是 還有很多新鮮的肝可以燒 但如果想像到 如果接下來就是 如果你30 35 40 你還有辦法明天就是工作 12個小時 然後制定這個工作嗎 可能沒有辦法 那這時候其實就很需要就是 呃 工會去介入 告訴你說 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規範 該停下來 因為你現在有肝可以燒蛋 補在聊 你失戀之後 你還有肝可以用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呃 跟他們談了第一個 就是工會跟工會的團體協議 對 然後那時候在隊員大會上面 他有提到就是 其實他自己也是 呃 一方面是很高興就是 工會 醫師職業工會 就是他的資房 願意看到他在工作上付出的辛勞 但另一方面他也會覺得就是 很希望就是更多人能夠去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大的好部署就是職業工會 醫師職業工會那邊的好部署不多 那所以其實更需要的是 更多的勞動者能夠自己有意識的 去來去思考 然後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呃 除此之外其實我們也辦了非常多的 這個所謂的勞教活動 那為什麼會辦這個 這個其實很重要 是因為 在這之前其實我們發現 有非常多的 NJ工作者其實完全 不知道自己有所謂的勞動條件 這件事情 就是他可能不自己覺得自己是個勞工 他可能覺得 喔我是個社工 或者是我是一個某某專員 可是他不覺得他自己是勞工 然後他覺得喔 因為我做的事情很有意義 所以就算超小工作 就算有點累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是滿意足的 所以沒有關係 不是 人都是有極限的好嗎 對就是 如果太超過太多 太長的時間 或者是說太過於密集的工作 其實都會造成大家的疲勞 那這時候都會很需要休息 所以不能只是說 因為我們的組織很窮 所以我們給不起加班費 沒辦法 那就算了吧 就是至少 那也要有補修法 或者是其他的補償方式 那這些東西都其實都要透過 就是 勞動教育 才能夠一次一次的 把這件事情 講得更清楚 讓大家更有意思 那包括說 我們其實也做很多的 其他的就是 倡議跟聲援 因為其實 我常常覺得就是 我們雖然在講的是 非禮組織工作者的 勞動條件 但是其實 再放寬 放遠一點來說 其實是都一樣的 就是說 今天不管我今天是 在辦公室工作 或者是你在工廠裡面工作 它的意義上其實都是 勞動的一種形式 那 那只是差別是在於說 我們工作地點不同 然後也因此就是可能 比如說薪資不同 或是什麼的 但是其實 原理上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不希望 因為工作而受傷 我們都不希望 因為工作太累 我們明天第二天 沒辦法上班 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這種 團結 或者是串聯的概念 其實也很重要 然後就是我們 就是今年三月半的 會員大會也是在這邊 對 好 那 講了這麼多 那剛剛講的就是 呃 現在的工作有很多問題 那到底可以怎麼改善 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工會 能夠做的事情很多 就是呃 勞教 然後勞生意 然後團體協約 然後可以做政策上利 然後可以 還可以有很多的團體福利 那所以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很多 那就是呃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帶在一起 就是一個工會 或者是一個集體 來去做這件事情 我常常問問說就是 那為什麼 如果說我要淘擠的話 我自己去跟老闆談 就要好嗎 就幹嘛不談呢 對不對 如果我很有本錢 我很厲害 我很有技能 我很有經驗 那為什麼我不能直接去談 那這個其實是呃 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一般人會有個團體 就是說那我 我厲害就好啦 就是那別人就是 他活該他能力不好 所以他他自己就是 就是他活該這樣 就是我比較厲害的時候 我才能到比較好的價錢 但很多時候就是 那個樓梯板是靠大家 一起去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也有法令市 我們有老司機房 然後我們有 每個月的基本薪資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是政府拉下來的 就是他拉來政府拉來挑釁 做這個資格公司的現代生 但老實說啊 如果說今天 你老闆給你 就是技術公司 以下的清水的話 你可以怎麼辦 告他 老實在裡跳劫 花一個月的時間做跳劫 然後掉回來 就是那個差了兩千塊的 這成本這麼高 對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簡單來說 你一個人的力量 去做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有可能 你可以自己去跟老闆談說 你要加薪 你可以去跟老闆談說 你要減少你的公司 如果你真的有本錢的話 但其實也很困難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去談的時候 但如果你今天你的公司裡面 一百個人裡面 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交手這件事情的時候 老闆會不會想 說喔 原來這件事情這麼重要 大家都想到這個東西 所以基體去談的時候 他的意義 跟一個人去談的 這意義絕對不一樣 那所以剛剛前面講到的這些 職場上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現象 其實一定程度上 通過經濟的去 要求協商 要求改善 他其實都有改善的可能性 對 那所以 講的一圈 簡單來說就是 主公會 然後加入公會 就是這樣才有機會 就是你 尊嚴勞工再更近一點點 對 大概講的是這樣 然後 那個今天後面 我有帶來這個 主公會的傳單 然後後面還有 功德箱 如果大家不嫌棄的話 就是可以把傳單帶走 然後可以樂隊給你 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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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單一勞工無反對 和單一雇主 就是大概 不破的定例 不破的定例 所以 組織公會是一種 確保 除了法力保障之外 除了法力保障之外 那 確保你的作業勞動的 這樣的一種 一個鼓勵之一 那 那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是 待會技術要講的 其實 他應該會講到說 剛剛 一些所形容到的 那些工作者 他還是正職的 對不對 他還是有一份 有一份專職的工作 這樣的地方的 那有一些人 他可能擠不進 一般的勞動市場 或者是說 有一些勞動 他可能需要 另外一個模式 來做為 確保他的尊嚴勞動人 那 那到底是什麼 所以 接下來就請 靖叔來跟大家 聊聊說 國際上面 以及說他所理解的 合作運動跟尊嚴勞動之間的 這樣的關係 那我們就請 靖叔來跟大家 做分享 好 謝謝 好 剛剛阿拉其實已經把 整個 今天這個螢幕設計 外公會這一塊 非常清楚 其實 公會的組織 就很難 一個精髓 團結力量大 OK 好 但是這個團結 剛剛其實也有提到說 這個團結的想像 其實是在一個 我們在 通常 經濟體系在講 比較正規的東西 好 就是在正規體系 那所謂的正規 我們用最簡單的概念 就是 國家法律的接管 基本上是可觸及的 有法律的保障 有相對應的社會 復原制度 在這一間範圍裡面 其實 共會的力量其實 是可以做得非常大 那有人剛剛講的 確實是我大概 這後面會提到的 那這些理官 事實上這個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 那不過我今天回來 還是把 勞動尊嚴的概念 我自己的想像 其實勞動尊嚴的想像 那雖然是 ILC就是 國際勞動大會 1999年開始排 可是 這一段時間 ILC ILA開始排了之後 開始成為一個 全球性的一個運動 比如說 剛剛提到的 ILA ILO 他提到的 專業勞動有四個 很重要的面向 其中策略 第一個是一定要創造 就業智慧 勞動啊 機會 沒有就業機會的話 就回來的勞動 對不對 所以要創造的是就業智慧 但是 他也關注的是 他每一個在工作 在工作當中 他應有勞動的權利 必須要被顧及 這也是勞動主義 非常受到的影響 另外呢 第三個是他的社會保障 也就是說 我今天勞動了 我付出了我勞動 可以讓我取得的 所謂的收益 那我跟國家的關係 我很透過租稅 很透過社會福利的體系 那如果我今天參與的是一個勞動 基本上沒有辦法獲得 後端的這一塊 比如說 當我年紀大了 沒有辦法再持續勞動的時候 如果沒有相對應的保障的話 那相對 那他在後端的保障就不足 所以其實 加強社會保障是第三個面向 但通常被忽略的是 第四個面向 促進社會對話 事實上在整個全世界 我們來看 在全球基本上 通常談社會對話的都是一個 比較強的組織的概念去談 也就是你要先形成一個 有組織系的 你才有辦法去談 社會對話 通常談人跟團體 跟團體之間 然後你跟政府之間 所以他是一個有組織的人 但是很多人 基本上 當他沒有辦法形成一個 組織系的時候 這樣的社會對話 要怎麼進行 通常其實是被遺棄的 我舉個例子 你有沒有看到 哎唷 坐在這邊 他們其實都一直在做街 那個街 一個人的街頭油 做街友的工作 那大家都知道 街友的日子之前 大概你們兩個正義兩年 不是都被虛干擾 不是都被剝碎 對不對 社會上也非常多 對街友不為上的聲音 可是 曾幾何時 我們政府曾經去 會仔細的去明定這些街友的聲音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機構本身自己以往沒有組織的話 它是一個零行的 是一個零散 那樣的社會對話 是沒有辦法可以分析 所以其實IRO在談的部分 如何去確保 尊嚴勞動 是有這四個面向 都不需要顧及 那IRO開始創立 所謂的尊嚴勞動之後 聯合國 2015年 我SDG有去發展的目標裡面 還有17個指標 17個指標裡面 第八個人 他就把尊嚴勞動放進去 尊嚴勞動能進去發展 放進來 第二果 基本上已經開始才看到這一塊 希望在2031年 能夠促進整個全世界 也有不同的改變 希望能夠有延續的發展目標 那為什麼今年 會特別把它放進來 是因為 ICA 國際合作社聯盟 今年 一個主題 全世界的主題 就是 勞動尊嚴 全世界的主題 就是 ICA 是一個全世界的 合作社的組織 它其實 地位跟 LO其實是一樣 都是在聯合國底下 但是它是屬全世界 全球性的 合作社聯盟 那它每一年都會選擇一個主題 當作那一個整個年度 整個全球性的推動 那今年就 所謂的尊嚴勞動 作為一個EP 所以其實 從這裡可以看到 尊嚴勞動是一個全球性 全球性的一個運動的發展 那這個大概是 它的一個背景 來看一下 那從我的角度來談 就是說 合作社跟尊嚴勞動 為什麼會有關聯性 我想其實 我認為 如果 合作社要能夠促成 所謂的尊嚴勞動 它的本質是很重要 那合作社的本質是什麼 其實全世界的合作社 有一個叫做七個合作原則 就概念 七大合作原則 那這其實 這個原則是非常有趣的 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合作社 有一個全球性一致的準則標準 那這個標準是構成的 之所以你有資格稱之為 合作社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你就必須要有這七個原則 你必須要是私院性開放的 你的民主 組織內部是一個民主的管理 然後你要提供的 注重的是社員參與 他的經濟參與 再來 這個組織必須是要自立 他能夠自治的 然後不受政府的控制 還有他必須要強調的是 他對內部 不管你是對所謂的社員 對所謂的僱人 你認識對內 包括對外的 對社區的 對政府的 你也要做這些資訊的宣導 再來 第六個 他是更強調的是 合作社跟合作社之間 要相互合作 我們在講叫社間合作 那透過這個社間合作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是讓合作組織之間 開始形成的一個市場化 彼此之間 能夠建構的不同 一個有別 因為我們在講的 資本主義下的一個市場 那這個市場的運作 能夠讓我們在想像中 合作經濟裡面 提出來的東西 和與能夠 跟一般的資本主義 是不一樣的 再來第七個 是外觀社區 那這七項指標 如果我們去看 這七個原則 他本身其實就很 就我講的 他本身就很尊嚴奧論 為什麼 第一個如果我們跟他套 創造就業機會 剛剛專業打工的第一項 如果我們今天講 如果有一群人 一群人 他如果是零星的 他可能在市場上 可能是一個經濟弱勢 是一個就業弱勢 那這樣的弱勢 他很難找到就業機會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夠參與到 一個合作社組織裡面的話 那透過這個合作社 我們獲得到就業機會 那我是不是可以創造更多的決定性 就業機會出現 所以這就是符合 開展開放 必須要對這些人開放 再來 工作中的權利 這一些概念裡面 其實非常強調的就是說 合作社裡面 你要怎麼樣去確保這一些人 他應有的權利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都知道外面 擺攤一個地瓜媽媽 應該知道 這附近其實有三攤 地瓜媽媽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地瓜媽媽在外面擺攤 一天八個小時 請問 能有三級 他上廁所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幾乎大家都不會想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整個生理上的需求 他今天在外面擺攤 他是不是有好東西害 他是 但是問題是整個環境裡面 沒有辦法讓他在這個體系裡面 得到他應有的生理 滿足的需求 這其實就會影響到他整個 整個老闆的狂胎 其實是不利能 是非常不利能 有一本書 我以為要推薦大家去看 叫人行道 都進行多況出來 這裡面他其實就在談一個 因為第六大街裡面 就很多那種擺攤的這些人 那些很多都是跟生理人 來相伴 他們在整個 第六大道行程 一個網絡 一個體系 相互合作 去讓自己 能夠從裡面得到這些機會 所以有機會也推薦大家去看 那再來 加強社會保障這一塊 其實合作社會目前 以全世界來講的話 台灣不要少 台灣相對來講 我們的社會保障的制度 網絡其實是比其他國家 網絡程度是比較好 我講的是比較 開發東國家 或會開發國政 然後是比較好 但如果我們今天想像 在印度 我們舉個例子 在印度 印度這樣的社會環境裡面 其實印度的婦女的社會地位 非常的低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這樣的社會環境非常低 基本上也不會提供 什麼樣的社會保障 基本上國家的利益也很弱 但是呢 透過合作組織 在印度有一個叫希望 就是赤庫婦女協會 他去組織上協助 這些女性組織合作社 組織起來之後 他的社員人數 非常非常的龐大 大概有28萬人 28萬人的一個組織 他自己可以形成一個保險的體系 他自己可以建構一個保險體系 透過這個保險體系 他可以提供我們今天在這裡面的成員 還有天災的時候的一個支持 如果有一些戰爭人禍的時候 他基本上可以有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保險系 去協助他 所以其實 這個合作組織 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型態 去確保我們幹藏的這一些 那更直接的就是社會對話 當他從明星的個體 變成一個組織性 合作社是一個組織 然後變成一個組織性之後 他基本上就有機會去提供原本 個人得不到 然後集體才有機會 是會對話環境 所以其實這其實像是合作社 所以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要去檢視 要去檢視 他是不是一個好的合作社 也必須是從這七點去進行去檢視 所以其實合作社 他本身這七項隱含的平等性 民主性的感覺性的概念 那各位如果看的話 平等他在第一三五 這大概就是在談平等 比如說他必須要開放 對所有人的開放 三 所有人的經濟參與 都必須要提供這樣的機會 內部的教育 所有人都有資格去參與的 這樣的教育機會 是提供他的技能的提升 對於合作社的組織的了解 都必須要在這個完整 剛剛剛剛提到的 工人都在做勞務教育 這是非常重要的 去提升他對於勞工運動 工會組織 或者是法令上相關權益的確認 合作社一定要考慮這件事 合作教育 合作社要不是只說 我們每天看合作社的多美好 他是要談 可是我們更進一步要去談 到底合作社本身 跟我們這些所有 有利害關係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跟社區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跟我們的社員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跟我們的員工的關係是什麼 這都是合作教育非常非常廣泛 必須要去觸及的 所以其實 平等民主團結 大家有沒有從這裡聯想到什麼 這三塊其實就是社會民主的架構 自由民主團結 那就是社會民主的架構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在一個組織內部 能夠促成這三塊 能夠促成這三塊 其實你可以想像 它就是一個組織內部促成的一個叫做 我們在講的社會民主 社會民主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全世界的合作社大概原始的類型 有這幾類 大概有六大類 快去談一下 就是說 最早就是生產型合作社 生產型合作社就是說 生產的一個東西 然後就拿到市場上去來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一群人 每個人都在這裡面有生產過程 我們形成的一個廣播 比如說 然後大家共同去銷售 所以這就是生產型合作社 那另外是服務型的 也就是說 它會成員提供服務 然後這個服務 這個組織是有所有服務的 用戶共同朋友 這最直接的例子 在美國 對美國來講 美國復原廣大 那美國其實很有趣 美國的電力網 大家知道 美國的電力網 跟台灣不一樣 當然電力網是一個 海電總 同胞 在美國又復原廣大 然後又很多是農村 農區的地方 掉回國 所以美國的電力是奮蘭市的 那種比較便宜的地區的電力 都是有電力合作社 多組成 也就是當地的農民 我們覺得我們需要 國家沒辦法直接這樣拉 我們大家要組織起來 我們就來發電 所以最早的自力發電 其實我們可以從美國 我們自己來看 這大概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了 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佔了非常大的一個比例 這就是一個服務型的合作社 那財務 財務合作社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一些 剛剛聽到有一些 來自於合作社 大家應該知道了 在選 德國的農事 主戶社 或者是信用合作社 或者是 所謂的合作銀行 這些也就是 所有的用戶在這裡面 共同組織 然後呢彼此之間 可以透過這樣的往後 提供所謂的信用貸款 投資一個保險 全世界最大的 最大的經濟規模 的類型 價格作證 其實是保險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保險其實是全世界 包括巴拉的金 有信用流量 是最大的 其實是都在保險 那為什麼保險很大 其實大家想像一下 今天就我們剛剛講的希望 印度那個例子 有沒有 一群人 大家相互起來 組成一個類似 我們來講的控制會 他們早期有 募助委合會 那種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 類似相互保險 這其實是一個合作社 非常早的一個原型 大家透過我們 每個月 大家能分立點前進 存立點前進去 今天我們組織之間 有任何一個成員 有風險 有意外 他需要開始急需用錢的時候 他就可以從這裡 得到利品費用 這個費用 對他來講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利息 互助會的利息相對 也要比較低 如果他今天沒有辦法參與 互助會 他急需用錢的時候 通常主要做什麼事 找高利帶 有沒有 找高利帶 所以其實 下一次我們在談 其實主題會到所謂的儲物社 也希望各位有興趣來談 就儲物社對於地方金融的一個影響性 跟脈絡到底是怎麼樣 這是金融 那另外呢 最新的是一種叫做 顧多元性質的 多元性質的 相互利益的那種合作組織 這待會兒會談 有一個形態 有一個形態叫做社會合作社 這跟剛剛大大講的那個NGO組織 有直接的關係 這我把它放在後面去談 那另外消費合作社 我想其實組織聯盟應該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 那最後一種形態呢 就是工人合作社 工人合作社最直接的就是 一群工人自己參與經營 自己擁有這家事業 自己在這裡面 自己同時是經營者 自己是出資者 自己是勞動者 好 那相對 我也 這個組織 這個合作社就是千元共同擁有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今年的 我剛剛看了那個勞工議長 工人合作公司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 那一部片 我們現在還有在YouTube 在YouTube上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工人合作公司 它是一個瑞典文 它有排的 它就是一直在排 經濟民主這個概念 裡面有一句話非常有趣 我們現在目前全世界的受僱者 受僱者對不對 我們的受僱者的形態是什麼 是資本雇用勞動 對吧 資本 一群一的股東出資 成立家公司 這些資本就在雇用勞動開始生產 對不對 好 那生產的東西 就例如歸誰 當然歸資本 是因為資本雇用勞動 但是如果反過來呢 今天如果是勞動 雇用資本 一群勞動者 大家共同出資 把資本工具化 以前的資本雇用勞動 是勞動商品化 勞動工具化 對不對 可是今天如果勞動 是一個公司的控制者 跟擁有者的時候 資本在這裡面 變成是一個工具 也就是生產工具 買設備買機器所需要的 那它生產就來的利潤 回到哪裡 回到上面的擁有者 這叫做所謂的勞動 擁有資本 這種形態其實就是工人合作社的形態 一群工人擁有這一家 控制這一家經理這一家公司 所以大概合作社類 有這六大類 那其實很重要的一個 不同的概念 以往我們在談合作社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那是比較經濟弱勢者 經濟弱勢者 需要的 確實不否認 它是很重要的 經濟弱勢者 找多人看 合作社是一個很重要的主持概念 我會在2014號的建議書裡面 提到的 如何協助全世界和非正規經濟的人 從業者 他怎麼樣向正規經濟去關係 它裡面提到的主要概念 其實是透過的作社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這裡沒有提到無略的資格 第一個 非正規經濟它形成了尊嚴勞動的赤字 這四個赤字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四個尊嚴勞動的負面 沒有就業機會 社會對話被排除 工作中的權力被剝奪 社會保護護組 這個通常在被正規經濟 相對來講比較容易出現 再以往 相對來講比較容易出現 那要避免這樣的問題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把他們組織起來 把他們組織起來 可是這種組織基本上 很難是用工分去組織的 因為這是零散的 而且沒有老闆 很多擺攤的人 他自己可能都是小型的人 自己都是自己作業的人 他沒有老闆 所以ILO的模式是建議 其實這種應該是可以透過 合作社或者是社會部署的經濟單位 去協助他們 把他們逐步納入正式的保護跟支持 這個其實是ILO在談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談 面對一些被正規經濟 他的前提不是消滅 各位我們可以強調 他的前提不是消滅非正規經濟 而是怎麼樣透過所謂的非正規經濟 他提供的就業機會 去強化他的功能 不是把所有的小攤 全部東西全部摸收好 而是各位 非正規經濟很重要的一塊是 他其實容納了非常多 正規經濟沒有大容納的經濟 就業機會 我舉一個例子 在台灣 以前 我不曉得最近還是不是 在台灣以前 如果經濟失業率相對比較高的時候 兩種行業 兩種類型的就業機會就會變多了 第一個 計程車 第二個 擺攤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 當他們從一般就業機會 正規經濟掉下來的時候 他還是要生存 他還是要養家活動 可是當他用的話 重返我們在講正規經濟 安在公司的時候 他可以從此還到獲得家的收入 大部分就是在非正規經濟 所以他就是太現成 他就是擺攤 所以他提供了他基本的就業的機會 提供了一個收入的保障 所以正規經濟是對於他們 是有非常大的助益 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我提到 比如說 因為他非正規 所以他有可能 你剛剛講的 這些機器建設 一方掌權 沒辦法 他就沒辦法上廁所 對不對 他可能到哪裡都被驅趕 社會無名化很多 所以 才會想說 可以透過合作社的組織模式 去架構 他們在這個部分的一個權力 所以合作社的功能 是在這裡 OK 好 那其實 談這麼多 我覺得其實今天談這個題目 最主要就是 出現勞動其實就是 兩個路徑 管兩個路徑 這一張圖其實是 ILO 2017年的一個 它有提到 如果所有的最終目標 也是要捍衛公民的權利的話 一定 公會其實是 可以協助的是 在這個機器 有戶足的 有把那個電管 有社會支付保障的 去讓這些勞工 受戶者 在這裡可以得到 更大的一個端節的力量 但是 這一個以外的 被證規系的一級 你可能就必須要透過 合作社 因為這有部分 是光會沒辦法出擊的 比如說像這些攤商 你可能就沒辦法出擊 就比較難 所以它是 ILO認為 必須要做 合作社 來提供 所謂的 另外 非正規經濟裡面 這些人的尊嚴勞動 所以其實 這裡面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其實整個 全世界的勞動型態 不多 這三種 自己作業者 我剛才講 你記得稱嗎 我一個人自己決定 我開什麼 開多少時間 開多久 斷多少錢 另外一個 就是一般的 第三個就是共鳴 我們一群人 大家來進一家公司 這叫共鳴 對不對 而全世界的勞動 就是這三個形態 這三個形態 但是 大概從2000年之後 其實慢慢的 我們一直以往以為 我們只要等 進到就業機會 進到一家好的公司 我們一輩子都說 我們只要進到一家好的公司 我一輩子大概就是 在那邊我們一輩子 大概就是 在那邊我們一輩子 都有種想法 對不對 但是2000年之後 我們慢慢發現 這樣子的 美好年代食物 已經必須不符合 即使你有機會 進到一家所謂好的公司 你有可能 公共程度 第一個 你還是有事業的風險 對不對 第二個是 你現在的社會形態 你進入你這一家公司 你可能不是 以他的社會員工進去 你可能是派錢 你可能是撐蠟 雖然名義上 你在這邊工作 但是你不是 法例上你並不是他直接收入 這種稱之為 在正規經濟 但是被正規化 這種現象其實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大概 愛偶一直期待的是說 怎麼樣能夠去寫出這三塊 能夠 都能夠去強化這些保障 對這些勞工的保障 所以他認為其實 公會跟合作社之間 其實是有非常強烈的合作 的空間 這個空間 建構在哪裡 比如說公會 因為常常在做這個勞教 在做一些勞工法令 所以他其實是有能力去支持 願意組建合作社的社員 或者是協助這些非正規 自己的社員 自己組織發展自己的合作社 因為公會本身 他在組織是比較有經驗 所以他可以提供這樣的組織經驗 去協助這些人 自己組織成合作社 那另外一塊 合作社如果有一個信項 我剛才講的 主務社 或者是說合作銀行 或者是信用合作社 他有一定的這樣的資源的時候 基本上是可以來協助公會 為什麼 因為公會往往有時候 也會受到經濟機的壓力 資本的壓力 所以公會如果可以透過這個部分 合作社 透過這個董事的部分 或者資源依助的方式 去協助公會的話 那公會就更有一個泡 去跟僱主展開 那種談判 OK 所以這兩個之間 其實是雙向 是雙向 但是更強調的是 這兩個之間 沒有辦法互相替代 因為他的公門角色各有不同 協助的對象各有不同 但是是可以相應合作 那接下來就是談幾個 我知道的 國際上比較有名的例子 比如說這一個組織 這幾支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他其實非常有趣 這家 他本來是在 芝加坡 有這家專業 他本來是在做零床 窗戶 零床的 動而果 零床 動而果 這家公司 原本是一家公司 比較企業 那這家企業經營 不錯 一段時間之後 好像一定狀壞的問題 2008年的時候突然關場 這個景象大概 應該都不陌生吧 就關場 關掉了 好啦 那關場 突然間關掉了 那員工薪水都沒發 對員工是怎樣的 200多人都去佔領工廠 爭取權利 還我薪水啊 還我什麼 OK 就去佔領 佔領的時間 2008年剛好那時候 是美國總統大選 erne 우린 這一個新聞那時候 還一直 Da 那個時候 總統補選 歐巴馬 還聲稱替他們 後來 2009年之後 他們因為 有就是 這個是美國政府 很多的迴響 所以後來 應該也是 我覺得是美國政府 有 Pulu 就找了一家公司去接管 接管之後很好 工人也有工作 但是工人後來發現說其實 如果再跟以往一樣零散有組織型的話其實也不行 所以這家公司接管了之後 這些工人就在裡面組織了什麼 公會 組織公會 他組織了公會之後也有型的公會該做的一些事 但是2012年這家接管的公司 就說我已經沒辦法維持了 所以他又把他關掉了 又把他關掉了 好了 到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些工人送不了 我總不能再找一家啦 然後可能三月四年之後又關掉了 所以他後來決定自己經營 所以2012年大概有22個工人 自己籌資了58萬美金 然後在外面跟外面的公會組織 他是電器美國電器工人組織 然後還有外面跟外面的組織 提供了貸款 總共籌了120萬美金 買下這家公司 自己買下22公司 買下這家公司自己去 到目前為止 年年都會有盈餘 各位覺得天啊 那為什麼以前那種弄不動 大型公司來做都會做到 鬼魂身份的人 為什麼自己做還可以做還算 很有趣 我找到一句話 這是那個美國的媒體去採訪他們 然後他們就問說 欸你們這樣子 不用很多社群 自己覺得有沒有競爭力 我覺得他也是開玩笑的 當然有競爭力 因為最好是我們沒有一個CEO 所以其實各位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到最終這些工人 他是決定自己 自己來組織一家公司 自己來共同控制的擁有 自己來決定這家公司的命運 一直到現在 2012到現在 2081度過了六年 已經六年了 OK 好 那另外 其實 我們直接放來 woofer 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最近台灣也沒有擁有 美國也是 woofer 的事情吵得非常多 那woofer 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一種平台經濟 可能形成的一個活潛 實際跟woofer之間 沒有庫庸關係 實際是一個類似是愛能產法的 自己決定工作時間 自己願意跑就跑 自己不願意跑就休息 那一直都有在美國 國際前兩年一直都在正義 woofer 跟司機之間 到底有沒有庫庸關係 一直都在打科的關係 新年的五月初 四月五月初 美國LR1和美國勞資關係的委員會 確認 woofer 跟司機沒有庫庸關係 已經確認了 而且是美國官方已經確認了 所以 這件事情造成了一個後續的影響 當它沒有庫庸關係 那 未必來了 所有隨著雇佣關係 而來的社會的保險制度 這些人都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判決 對他們影響非常大的 好 那woofer 其實 之所以會產生非常多的真意 其實 很多的研究 大家看 woofer的心思 這些開這個woofer的心思 其實其實很低 比如說 ETI美國公會的支庫 又是18年以新的研究 他說這些 或者是他去調查 如果扣除掉這些 因為有錢自己的 測試你自己的 有錢是你自己要付 保險你自己要付 維修你自己要付 扣除掉這些成分之後 它平均每個小時的時薪 九點二億美金 美國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 聯邦基本工資 7.25美元 只比每個小時 多兩塊美金 其實心得沒有很高 算是相對來講 是在兩人屬於比心 好 那 他的流動率也非常高 Standler研究 大概接幾世紀 半年內 六個月內 流動率有百至六十八 其實流動率很高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今天發現 在這裡面賺的 沒有我想像多 結果我就跑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面負是留不住的 那甚至還有很多司機 因為貸款買車 想說這個很好 很好賺貸款買車 非要一堆债 結果後來發現他這裡 沒有辦法得到 他還這個車載的問題 導致在羅蘭的產生 2017年的時候 有四個星期至三 國伍的星期至三 就是今年的四月 他們發到八購 八購 OK 但是呢 國伍的這家公司 非常賺 他是錢執行長 創造發明的一個APP類的主義 目前而統計 他用了四十八億美金的支撐 四十八億美金的支撐 好 所以Google大家都在講 波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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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 你們可以看到 確實他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 如果今天換另外一個形式 有可能 我們讓Google的好的地方 能夠留住 把它不好的地方修正 Google好的地方可能在哪裡 第一個 大家在講嘛 點對點 配車嘛 對不對 你今天我叫車 我們就約在那裡 所以這些車不用在街上 不用在街上 在那邊耗油 然後製造空間管 不用啊 我們約好時間 人就到 所以這可能是Uber相對來講 是比較OK的 對於這個環境來講 是一個比較友善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保留好的 然後把阿波瀉的拿掉 用 很簡單 別說話 美國Devil 已經出現了一家 使用Uber相同的技術的教課服務 但是這一群人 組織成為共和合作者 這些司機組 組織共和合作者 那這一個 這一個 叫GreenTex 大家可以網路上也可以嘗到 他是217年成立 然後他也是在美國工會的協助下成立的 美國交通運輸公會的CWA 這個CWA777 大家知道 美國的公會有全是地方local公會的數字 777 1139 1099 都是他們的官會 所以這個CWA777 是TENFR另一邊的 全美交通運輸公會的公會 他就協助他們 把他們組織起來 那現在這個GreenTex 2014年成立 到目前為止 已經吸引了800多位 加入 成為 他們的共和合作者 但整個Denvers Den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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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國全美 第二大的 公和合作者 800多位司機 他的四戰力 這跟合作者 反映這也是情敵 都已經比伍合還要高 比伍合還要高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 今天我們在談這種 所謂的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真的共享嗎 這可能是一個 因此大家都在探討的問題 表面上是我們自己的共享 可是後面長大的利潤 不必來以後促成共享 所以今天如果真的要促成共享的話 那其實有一個方式 也就是說這一群 勞務提供者 擁有控制的這一家主席 自己擁有這家主席 自己才能從裡面 得到分配的權利 當然 因為我們是共同擁有這家主席 當然也會有這樣的分配權 所以其實盆托社 在這樣的體系應用 我們在談平坦經濟 其實已經被證實開始 把它當成是一個解放之一 解放之一 好 那這個也蠻有趣的 這個名字叫做阿里門之 阿里門之 那有一些異味 他那個 這個 阿里門柄 阿里門柄 麵包和豆色 他為什麼舉阿里門柄 他為什麼舉阿里門柄 因為他是用了 莫德拉鍋 突然發莫德拉鍋的 那個 故事的名字 用他的名字 因為他同在 他們說他同在 他們說他同在 為什麼要介紹這家公司 這個組織非常有趣 這家公司其實1996年成立 其實距離現在二十幾年沒有很久 他是副麵包開始做起 一群人 我們當然就煮麵包和豆色 就跟現在外面的麵包店 台灣任何的麵包店一樣 我們就大概有空 來組工配 然後大家來賣共團辦 賣的利潤 大家跟我們分享 從一家變六家 變六家不是開通店 各位 六家在企業是 同一個老闆擁有六家 在合作社的話是 六個不同的組織公認 六群公認 自己擁有一家麵包店 因為合作社是沒有一個在外部的老闆 所有的是共同業務 所以這六家合作社就有六個就業機會創造 而且是有六個合作形態 好 那當他慢慢做大之後 他累積了很多都 所以呢 他接下來開始跨不同的領域 開始做會計 會計一樣也是找了一群人訓練他們快計能力 然後讓他們自己在組織成合作社 自己去接案 然後自己去組織的領域 再來 成立了見解 開始找一群人協助他們去蓋房子 欸這裡剛剛有土木的對不對 好各位 土木的想一想看 如果今天沒有老闆的公司 用合作這個方式 有沒有機會 技術在你身上 花圖能力在你身上 未來業務也是你自己找的 請問例如是不是你自己分 當然嗎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他們再把這個東西 跨土造界讀文特色 還有利率化 每一個幾乎都是獨立運作 好 有趣的是 因為美國大家知道 他其實租金一直在膨脹 因為大家全世界什麼房地產界都一樣 美國租金一直在膨脹 後來他們發現 這樣子不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只創造了就業機會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他們一些安危的居所的話 我們不算確保了他們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所以他們在跨土進到住宅合作社 由這一個建築合作社去施工 蓋去蓋的房子 蓋完了房子之後呢 交給這家叫loop return 成為一個住宅合作社 就是一群人共同去經營 變成是一個房東 他去經營 然後提供給外陸的人來居住 他總圖了家裡的狀況分離依舊 所以其實合作的這個邏輯 基本上他是可以跨物同類型的 跨物同類型的運用 最根本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七個原則 那七個原則被堅固的話 他其實是在各個領域都入了每個英文 好 談一個台灣的吧 我覺得其實台灣合作社非常的多 但是我跟中正清潔老公合作社 這一段時間一直有結婚 我覺得其實他們是蠻厲害的 為什麼蠻厲害的 他其實我先簡單介紹一個例子 他們是一群政大的學生 因為之前他 欸這裡有沒有政大的學生 有沒有 好 政大以前校園內部都不是都是外包啊 清潔工作都是外包啊 找外面的清潔公司來包對不對 那外面清潔公司來 基本上包 就包一群包一群對不對 那清潔公司基本上呢 他包了學校半天 然後他可能再去找 找外面的這些可能年紀相對比較大的阿桑 找些阿桑啊 或什麼來做這些清潔工作 可是問題是 這一家清潔公司 基本上跟阿桑還有跟學校 校園的關係 那種關係 對不對 因為這些清潔人員 是直接進到校園裡面去清潔 這一家公司的人 基本上他就 只要負責接案 然後告訴你們 就是他的清什麼清什麼情況 然後他事實上 這些在校園裡面的清潔工作 還會受到學校方面的指揮監控啊 對不對 所以他就構成了一個 我們在講派遣三個關係 好 那種子社他其實 其實也跟他那他們在做很像 他覺得這一些 明天大學之後能夠你心生的心理 所以他們就是希望能夠組織他們 能夠提倡更多的勞勞權力 好 那這件事情後來被資方 跟醫院公司那邊發現 所以就出現了很多爭議 然後開始公司 慢慢的可能就是之前 這些老人家 年齡片高大概都已經 60以上 好啦那這些老人家被之前很怕 那這些學生 好 那我們就自己來吧 就跟他們一起組織的 清潔勞動合作社 但是這種組織我為什麼特別跳 是有趣的事 一般的組織有可能是 欸我幫你們組織起來 所以清潔工作你們去做 我是一個組織者 他可能是有這樣子的抽離 不一樣性 可是我發現這一群大學生 自己跳上去做清潔 他們也自己跳下去 這就符合我們在講合作社裡面的同質性 因為裡面的工作 既然這個組織是大台工 這裡面的工作 大家當然比較相對的特擔 就沒有說你比較高階 我比較低階 所以我只能做清潔 我就只能做管理 沒有這回事 所以他們就進來 連大學生自己也要去清掃 去土地 所以他們就組織了 清潔勞動合作社 那他們講的 一直很強調他們希望能夠 建立一個沒有活學的職場 他們就強調說他們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產業民主 暗腦分配 完全餘工 那更特別的是 他們其實在這裡面還特別 提波了 有組織 有合作社民 提波了 然後保衡到退 這其實是很少見 很少見 那台灣合作社比較多的大的問題是 大部分合作社的社員 因為沒有收入關係 認定沒有收入關係 所以這些社員就是管理 自己去保 然後就保 那個職業工會就保 我都是動過這樣子的 但是呢 我都設他們 大家就討論 這些費用 其實如果 必須要去負擔以後 降低這些 大家這些成員 都保 社會保険這個壓力的話 那大家就談 就是來分配說 我們所有的收入怎麼分 是最後一個 這些計算出來之後 另外剩下的11.5 也是作為整個管理費用 整個管理費用 所以這也有很重要的是 這一個表 這一個表 是他們內部所有的共同討論 包括面臺上 跟他們一起討論什麼 這不是一個人決定 不是一個人決定 所以我做社會主要是 今天內部的事務 其實大家共同討論 因為大家共同擁有 所有的內部 就是大家共同決定 那他可以避免 少數人決定 控制所有其他人權利的問題 他就可以避免比較內部的問題 好 那剛剛其實他講很多 這個有關於NGO主持 在國外也有情勢 叫社會合作生 所以有一個問題 其實很有趣 大概是 義大利是最早的 1990年 他們是用立法的方式去避免 所謂的社會合作生 必須是追求社區共同利益 然後呢 他把所謂合作生內部的 多月利益關係放進來 所謂多月利益關係是什麼 我們舉一個例子 今天一個NGO主持 一個NGO主持 我跟我服務 今天在講我服務這一些 比如說好像剛剛講的 受暴婦女 我專門服務受暴婦女 那除了這個NGO裡面的社工 然後管理層以外 請問這些受暴婦女 跟這個主持 就是在NGO體系裡面 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以往NGO當然 NGO主持上對象 我給你什麼服務 你就拿這種服務 對不對 我提供你什麼 你就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上對象的 重組性 另外一種潛在的重組性 可是如果今天是放在一個 多月利益關係的架構裡面 那這一些個案 這些停受接受服務的人 他也可以進來這個組織 共同控制 共同創意管理 才能夠形成我們在講的 多月利益關係嗎 比如說在整個網絡裡面 也受到這個服務 有接觸到的都可以進來 這樣的話可以有什麼 第一個 它可以避免安向性 就是我自己專業 因為台灣就會很常有的 專業程度夠高的話 我就是專業方便 我就是看不到其他非專業者 他的尋求 他都會以專業為最800條目標 所以其實社會的作社 其實慢慢的在意大利 開始出來之後 都越來越多了 那意大利這一邊 自己從1995年 開始發展之後 其實它的成長非常快速 2002年現在從意大利 大概有6800年 那目前呢 有大概10萬多人 10萬多人 那這裡面呢 因為它有兩大類 意大利有兩大類 一類是A類 B類 A類做的是社會服務 跟教育服務工作 這叫A類型 佔所有意大利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大概七成 另外呢 還有專門提供 弱勢群體就業機會 這叫B類 佔了三成 佔了三成 那這個社會合作社 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的發展 所以其實CICIPO CICOPA 它是屬於一個歐洲的工業 服務的合作社聯盟組織 它在2011年 已經開始定義了一個 五個標準 就是社會合作社的全球標準 有五個 第一個 你必須要明確的公益實力 第二個 你必須要是非政府系列 不能是完全被政府控制 第三個 你內部需要 有一個多的利益關係 也就是說 這一些服務使用者 他也必須要有幾個 能夠進來管理他的生意 第四個 他很強調的是 勞動者社會合作社會合作 也就是說 以放在台灣外的 直接提供服務的 勞動者的社會合作社工 社工在這個組織 其實在社會合作社會 必須是有生意的 而且 有代表性的 有利權利 甚至在所有人 不同層級的治理 必須要有高於 散熱支援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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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多數的 第五個 引力的部分 配合有先來配 這其實是 非常有趣的現象 大家可以理解嗎 今天 最簡單的概念 台灣任何一個NGO主持 我剛剛提了很多 你親親會或什麼 他做的事都一樣 不提示 他內部 是一個合作社會的組織 運作 就是這麼簡單 他把它合作組織化 今天所有人 在這裡面 社工 使用者 或者是政府的席次代表 在這裡面 大家共同決定 共同決策 經營觀念 這才真的一個冷卻的現象 我們來講 資本 不用勞動 社工工程度在NGO主持也是一樣 資本 不用勞動 社工是勞動 所以他根本沒有權利參與分配 對不對 可是一旦是勞動 不用資本之後 他社工在這裡就取得更高的 組織的公司權利 那自然他的分配權利 他對組織的公司權利 也會更大 對不對 那合理啊 那如果在這種結構之下 當然如果他會有人 會講到這裡 你 你愛 你要忍耐 我們在做社會公益 我們在做善事 你留愛你奶 就不會有這種聲音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裡是 大概目前的組織上比較多的 那我列了一個 找了一個資料 這是三義大利 Sofia 我太會念三義大利 1993年成立 他是屬於利息 特別的是 他裡面的成員 很多是更生人 藥 酒飲 患者 精神疾病 再答案是57 這三類在台灣 基本上也是 沒有任何活動的機會 對不對 我們看到更生人 更生人出來 你遇到這個問題 要被關過 那種社會詢勢 無敵的話就出現 因為更生人很難 找不到這個機會 那在國外其實 都是可以透過這種合作社 沒關係啊 大家既然都是同樣的 儲存費 我們就自己組織起來 所以 這一些人 組織起來之後呢 他同事的公有綠化 資源回收 儲存 接到清潔 還有汽車輪流的工作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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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宗旨 我覺得也蠻有趣 他的覺醒 我們的宗旨 就是把被這個問題 進來的 變成資源 讓他們能夠工作 生產賺錢 所以 也就是讓他們 重新回到 我們在講 社會生產裡面 而不是視為一個社會 平台 那這個其實 就對於整個 合作社的邏輯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是廢物 但合作社裡面 沒有任何的英文 你可以被稱為 每個人在這裡面都可以貢獻 沒有人的能力 因為你學了什麼管理學 你就比較厲害 不存在這件事情 在這裡面 每個人都可以 找到貢獻的情供 我覺得這其實 可能就是整個 合作社標準 那最後一張 其實合作運動 有非常多的挑戰 這有機會講 也許可以再多談 最大的挑戰是 合作社那麼美好 那台灣合作社 也夠不夠 給各位一個 背景資料 全台灣現在有 大概四千四百多家 合作社 將近四千五百合作 台灣合作社的社員 那該有兩百零六萬 兩百零六萬 台灣燈購 兩千三百萬 給我們快要美食的資料 很多 對不對 可是我們生活中 有沒有遇到合作社 除了主婦聯邦一萬 我們生活中 有沒有遇到合作社 很少 有沒有人 不 你們一定遇到 給大家有沒有消費合作社 有沒有 消費合作社 有沒有 欸 可能都不知道 相對來講 在台灣合作社很大一部分 都是什麼 學校機關裡面的消費合作社 那這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出現在是 很多學生自己是社員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社員 他只知道 每個學習結束就有一張 馬上可以叫我再拿去換多少錢 好 那我剛才講 合作社的社員 也是具有參與學生組織運作的權利 一個學校三千多個學生 都不知道自己具有社員的成分 但是從來沒有參加這樣子的組織運作 請問這個合作社跟我們想像的 是不是就很大流暢 他就沒有集體性 那他最終可能會變成什麼 部分的人在控制 所以很多學校的合作社 是老師在控制 行政的人在控制 對 所以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有非常多的合作社 可是相對來講 這些合作社都有一些不一樣的 變形的情況 有些 所以我大列了這三塊 一個合作社隱形 我們其實生活上沒有很 基本上也少聽到的合作社 所以我們對合作社基本 像很細心不足 很多人聽到合作社這三個字 就是說 這被談 這做被談 對不對 第二個 其實確實 環境因素 其實整個台灣人又很有趣 我常常在講 台灣最大多數人對合作社不信任 可是呢 對於自己創業很有信心 好 那我舉個例子 那合作社可不可以說 是一群人共同的創業 而且這一群共同創業 它可以利免一個創業自己獨資 自己承擔所有的風險 它可以降低有效 降低這一個問題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你一個人自己獨自創業 你就非常有信心 然後一群人共同創作人 創業 你就覺得 可以贏到 為什麼 這是不是有點模子錯嗎 OK 好 所以其實台灣的問題在 我們雖然有一隊合作社 可是我們一定的合作教育 並沒有讓整個社會大分接觸到 所以才是大家 社會大分跟合作社的距離性非常大 那第三個 偽裝 其實確實我不否認 有一些合作社 全世界都有 他是拿著合作社的名義 背著合作社的名義 可是事實上內部 他並沒有按照講的合作社的邏輯在運作 這個我們在講的合作話 確實有這種問題存在 最大的問題其實最直接的是 今天我們剛剛講合作社的成員 因為大家都是部主 大家共同控制 大家共同擁有 所以沒有勞固關係對不對 沒有勞固關係 按理來講 你看到這個狀況 他就不受到金法的顯示 和控制 他就不受到金法 他不受到金法 他不受到金法 如果今天是一個很好的 民運的合作社 問題不大 例如大家共同分享 大家經濟民主的控制 都能夠維持 能夠擁有這家組織 大家都有參與 問題不大 可是 如果今天這個組織 不是大家共同控制 而是少數人控制 然後 這一些人 在這裏面 提供导物又不受到金法的保障 各位 他會變成怎樣 他是不是形成了雙方國權 所以其實 包括在CN 包括在O 其實一直都有在談這 維合作問題 也是國家必須要注意到這樣的問題 因為這個維合作如果放在哪裏 它其實對於在裡面的成立 剝削會 一般企業會合作 一般企業會合作 一般企業剝削 我還可以透過公會 對不對 我還可以透過公會主持去抗爭 對啊 但是合作社如果小規模的話 然後又零散 基本上你很難 進入到公會主席 不是嗎 所以他會有亮亮的路 這邊可能 或是台灣做 接下來我們要談 整個合作生運動 他可能勢必都要遇到 遇到一些挑戰 好 最後一個 導正 這是我們的一個資訊 也希望今天 這個活動 其實是 導正第一場嘗試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那個 但是大家如果有機會 的話也可以多支持 這樣 那如果各位對合作資訊 有一些興趣的話 可以上了 我這裡有一個 平衡一點就是 這裡面我有一些資料在這裡 大家還可以在這裡 這邊都會看 然後請各位上 好 我們先 掌聲謝謝金書 我歡迎兩者都 把兩種 組織的型態 跟大家做一介紹 一種是公會 公會 講白講是我比較熟悉的 我比較熟悉的 因為我考公園考了二十幾年 那 就好像我剛才講的 一根筷子折斷 十根筷子折不斷 團結力量大 那勞工工人的組織就是公會 那 另外一群 勞動者 他可能組織的型態 叫做合作社 事實上我前兩天也有一個新聞 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理工合作社 他們的育力不搖十八年 中大也無法 也沒有辦法跟他不續約 他就繼續在中大 那你想說 他們帶來幾個女工 呃 呃 說實在 你在香港 可能在所謂的正規的 正規的職場也找不到 他們的勞動位置 但是他們是不是需要勞動 他們需要勞動 那 他們就發展出這樣的一種模式 然後 讓自己可以維生 也可以讓 讓所有的成員有就業的機會 那這其實跟 剛剛技術所描述到的那個部分 事實上是有一些比較 他們的效果就出來了 好 所以 所以今天的這兩個 尊嚴勞動的門神 好 兩個最操合的門神 我們怎麼樣來 我們怎麼樣來 一起來討論 責務就是很開放的討論 所以 當然 接下來的時間是屬於大家的 在場也有合作社經驗的朋友 可能 也沒有合作社經驗的朋友 在場有工會經驗的朋友 那我們就很開放的來談 討論這些問題 接下來的時間就開放給大家 不一定是提問 我們就對話 就對話 譬如說 宏記書你講的 我一句話都沒有相信 這也是 這也是一種態度 這也是一種態度 你這個講的講話 講話就沒話 台灣 台灣那個 那我坐在下面聽的時候 我覺得說 如果職業工合作社能夠取代 職業工會在台灣的 某一些的角色的話 我也覺得不錯 我也覺得不錯 因為台灣的職業工會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勞建保工會 來 好 來 來 來 看 那個 關於很多社 剛好有提到 剛剛進出提到 那個 GreenTexing 的那個案子 剛好前陣組 我們搭那個 就是現在用Line可以搭那個 Texing Go的那個 平台 那那個 我後來跟司機聊了一個 我才發現說 Texing Go 它其實是 那個數位的平台跟 計程車職業工會的合作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這件事 我倒是也覺得很有趣 這是不是意味著說 目前無論 那個 計程車職業工會 很可能是一個 老建保工會 那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未來 工會有可能 發展出 一套 就像剛剛 合作社的經營模式 比如說 它可以不再只是 原本我們 受付的那種型態 甚至 它可能是作為 工會的 會員 那其實發展出一種 類似合作社社員 那樣子的 跟 會員之間的關係 然後 並且提供那種 不同的支持 他的經濟程度 會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 想要請問 跟進書有沒有 就是 類似案例 或者說相關的 一些 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是 有關於 剛剛的合作社分類的部分 其實之前在看 合作社這個題目的資料的時候 我有一些 也搞不太明白 就是 我看過台灣合作社的房地 大概也是分成 很多種不同類別的 對 我看的時候 是會聞眼花 那 比較熟悉的 讓你在那邊消費合作社 那還有另外一種 心中合作社 但是其實這都跟我 我們今天在談的合作社 我感覺好像 不太一樣 那 我覺得好像 我們今天談的 比較多是類似 勞論合作社 或者是說 生產或者服務的 這種 社員在其中 參與他的經濟活動 而不是 合作社提供一個 服務給他的社員 然後就像 服務聯盟消費合作社群就是這樣 他去雇用一些人 雖然那些人可能也是他的社員 但是他對社員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提供消費的一個組織 一個大家團結起來消費的組織 但是 其實裡面 勞動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是被派出在外面 所以才會成立董會 嗯 我覺得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也在想到說 那我們該 接下來該如何來看說 如果說我們真的希望能夠發展到 像剛剛金書坦德合作社 他所我們認為理想上應該搭配出來的價值的話 現在的法律 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但是 呃 除了種子合作社現在的嘗試以外 還有沒有一些我們可以 假如我們也想要來試試看的話 那可能該怎麼做 我們在思考一些實務上的問題 我們就說幾個問題好不好 你應該記得出來 OK 好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我 對於合作社這個感覺 就是你今天才聽到 是有些不是很懂的地方 就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像比如說剛剛提到那個 中子的期間然後那麼多的事 呃 如果說以他為理的話 假設原本是有一群就是可能相對經濟弱勢的人 那他們組織起來 然後假設好 假設他是想要去清潔好 那他可能沒有那個能力去 比如說上網 去接案 或是跟人家洽談 嗯 這個時候就是 呃 士兵他可能是需要有人來交談的 當然他有可能因為年齡的關係 他是沒有辦法學會的 那這個時候是就是有沒有什麼辦法 再者就是如果好 假設像就是那個合作社 現在可能是有我家學生也有進入 就是在合作社裡面一起做 那我的疑問是在於說 那為什麼就是他能不能夠是一個分工的狀態 比如說學生並不需要去參與就是清潔 他們是各有所償的 就是負責一節啊 你的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是可以的話 那這個呃 呃 技能他為什麼是不需要去 嗯 就是有價吧 對 就是說因為假設 這個合作社如果是有一群可能五六十歲的媽媽 那呃 坦白說就是他在就業市場上就是比較弱勢的 可是在學生方面的話 學生其實如果他抽離他不要參加這個合作社的話 其實這個合作社就會崩壞 他就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了 所以在這個方面上面 這個價碼的東西是如果有他可以有配的話 那這個會不會有點違背 就是說社員都共同擁有這個組織這個理念 那如果 呃 對 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說 當這個組織的呃 呃 規模擴大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去保障每一個社員對他 都可以有一定的參與度或決策權 謝謝 我們就先講一個問題 我從後面回答回來 因為剛過的我馬上就有想法 其實他們現在大學生比如說他要參與這個理念 他去接案子 基本上你剛過是他就上網 然後你看他網路上的訊息你就去 所以這個相對來講 接案的問題比較沒有多 那我覺得其實你也確實點到一個問題 技能不同在這裡面可不可以形成分工 當然可以 分工是很正常的 可是合作社最主要的一個原則是 分工之後每一個種類的一個勞動的價值 是什麼被鑑定出來的 在公司裡面 是雇主說得算 對不對 你今天會什麼技能 可以多少錢 是雇主說得算 在合作社裡面 當然可以啊 你如果專門談Case 你可以搞到多少錢 沒問題 那在裡面你的價格 我們大家共同來討論 OK 這就是合作社很重要的一個原則性 所以你剛剛也提到的一個就是說 那這一些 如果你從合作社的模式 好像是大學生去帶這些Assault 看起來他們 如果大學生走了之後 那這個市地島 聽起來確實 我不頗類的這種可能性 那 就我知道其實 在國外的模式 比較少有這樣的狀態 很有趣的是 譬如我們常常在罵美國 我是日本主力的帝國 首次獨家 反而我看到很多 合作的模型跟原型 是在美國 美國有非常多的合作社的網絡 比如說 他有NGO組織 在幫你協助 也就是說 今天是大學生自己在組織吧 那在美國 我們是有一個專門的組織體系 來幫助你們組織什麼 你們需要的法令 你們需要的會計 這一個組織來給我協助 這就是我們看的社群合作 社群合作的一個概念 合作社去協助的做社 那這裡面當然它會是一個 你要付費 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知識的對象的一個關係 但是透過這個關係 基本上 你如果當內部的掌握了知識 這些技術之後 它其實就可以抽離 因為你內部這些技能技術 你慢慢就可以自我控制了 所以資本主義很大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現在目前所有的技術 因為代表了我們的勞動價值 所以我必須要保護好 我願意跟別人分享 對不對 不是嗎 因為我跟別人分享 都別來搶我的思想 對不對 可是這樣合作社 這個其實是很公開交流性的 也就是大家都擁有 越同時技術性能夠越 能夠越一致的話 那彼此就能夠產生更強烈的 比如說互補啊 分工啊 或者是技能的提升嗎 對啊 為什麼我只能做清潔 阿尚可不可以出去跟大學談 給我們來包案子 阿尚可以去談 欸 不是不行啊 只是他以前沒這個機會 如果讓他有不一定的訓練 讓他理解沒有所謂的壓力或什麼 他也許自己也可以去包案 所以其實這個可能就是 合作社跟企業運做比較不一樣的 那剛剛提到的 我覺得其實平台這個學 確實是最近 大概我知道是三年 2012年之後 開始大家都在討論 平台經濟底下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好的解決方式 因為平台經濟 O2OP2P最主要的部分 是在於 它內部很難建構 你說它有直接的雇用關係 一旦這個雇用關係 被抽離了之後 我們剛才講 沒有雇用關係 就相對的很多的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這一塊是不存在 是不存在 所以其實包括 然後美國New School的 有一個叫 它最後一個字叫 Sean 它其實 在柏林業領上導的 合作 平台合作社 它有十個月整 變了四個月整 就是平台通過合作組織 整個去確保這裡面的成員 大家能夠動作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你剛剛提到的這個 這個模式 我覺得 基本上它可能 與我們的合作社還有一點距離 因為職業工會 它可能就是幫工它底下的會員 你多了一個服務 你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我只是一個區階的 工能跟職業的介紹概念 對不對 所以工會這邊只是多了一個服務 我服務員一般可以多做一些業務而已 可是工會本身這個業務相對的 很負擔的職業 比如說 今天我做這個業務 比如說我發生的職載或職業 工會這一點 可能職業工會 當然不太恢復這個職業 所以如果今天最好的 因為我們是 我還是覺得說 讓這一群 大家在從事同樣的勞務機能的人 能夠自己組織起來 大家透過這樣一個集體系 它也有一個一直在講 十一根筷子折不斷 十一根筷子不只折不斷 十一根筷子搞不好還可以 生出更多的十一十二十三個人 因為你可以提供更多的保護 保障的話 而且只不說是內部的一個平等性 尊嚴勞動 跟有這樣的勞動 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進來的話 這個組織是會夠大 是會夠大 我覺得其實這一塊慢慢的 可能是在未來 可能有機會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在社會去訪問 台灣其實已經有滿多的 這樣平台 齊摩托場 拉拉夢 然後什麼 Google Inc 這些 這些送禪的 大家可以搭亂 這些人 在現在的狀況 其實風險很高 因為他們有收穫關係 齊摩托場 要怎麼辦 對啊 指責要怎麼辦 對啊 基本上問題都很大 對 然後 那個 那個 吳伯偉也說 沒有啊 這些他們都是 都是自己自營的 他是自己作業 跟我之間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他們之間有任何的風險 他自己要去承擔 然後他說的好像是 你們自己決定 要不要來做這件事 我都沒有強迫你 可是問題是這裡面 當然如果跟他之間真的沒有 指揮重組系 這個其實確實就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在這裡面 所以其實 組織合作社會的某種程度 可能分通另外的角度 評審這一群人 共同應該有的狀況 可能是一個模式 可能是一個方法 我也有關 第二個問題 台灣現在的合作社會法 法令 法令 這個講起來也可以 囉囉 好 台灣合作社會法 是民國22年 立法 22年 國民黨政府來台灣 是民國18年 所以這個法令 國民黨來台灣還要早 所以各位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很早期的法令 這裡面其實 這這麼多年來其實是照的 修法 修得比較有限 那大概幾月 我之前準備了大概三次 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環球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一個 十二個類型 其實就是慢慢分開出來 在國外其實 你很少看到 用的 動合作社 生產合作社 這樣分類 因為都用公共合作社 不過我們可以 開掛在這裡面 那這裡面其實 台灣合作社法令有一些問題 我個人覺得最直接的 有一個提示 舉一個例子 我想你大家都知道 合作社法規定 幾個人才能承設 七個人 七個人 對 七個人 那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七個人 你才能組織一個合作社 好 那我給各位一個 全台灣五人以下的微型企業 五人以下的微型企業 佔台灣總企業的加速 80%以上 好 那請問七人們看不不很高 七人們看不非常高 七人這一塊 你把它變成是一個消費的合作社 又太小 對不對 可是你把它變成是 我們在講的 勞動合作社 或者是生產合作 相對來講 你還不太高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今天如果有一個小的組織公司 我們今天可能四五個人 你想要運作 運作為個人做什麼 這四五個人可能把內障都過不了 你可能都過不了 所以它可能必須要變成是公司 用公司的民意先組織起來 然後內部呢 比較合作化一點 平等系列 這也未常不可 這也未常不可 但是有個狀況是 它很難有強制性 所以隨著人的來來去去之後 這個組織有可能就會變質 可能就會變質 所以其實 我覺得台灣合作社的法令 有蠻多其實你應該要做出力 比如你剛才講的那十二類 什麼公用 什麼類型 其實你去看它都是 可以對應的 對應的上 比如說 公用 你今天建築 一家那個 使用一個共同的設施 那叫公用 比如說 大家共同出資 買了一個倉庫 農業 我共同買了一個倉庫 一個設備 這些成員就可以使用這個 這叫公用 對啊 那這種形態 基本上 在合作社裡面 它是服務 我們在講六個類型 它就是做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 大家共同使用這個設備 提供這樣的服務 其實都可以對得到 只是台灣猜的很細 不知道為什麼要猜 相貝爾猜那麼細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你猜的那麼細 你一個法院 它的類型 差很多 公用合作社跟相貝爾做的類型 可能就差很多 你在一個法院 幾乎可能懸換 那你又猜那麼細 你不知道它到底這樣子的策略目的 跟它的一個實用性 能夠 是不是能夠符合 我覺得這其實都有一些 我們在場 也有一位 資深的 資深嗎 我們合作社的 它其實也許可以補充一下法律這一塊 我想它應該有滿多種的想像 它組了一個 它還滿有趣的 我還是說我資深啊 他剛剛說你資深啊 它組了一個地下勞動合作社 在做設造的這一塊 在那個南基半盤 它其實網路上大家去查南基半盤 它其實有滿多的活動 還滿有趣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多關注一下它 我覺得其實 合作社在台灣而言是一個 比較新型態 它雖然很辣 型態歷史很久很辣 但是它是一個 對很多人來講是新型態 為什麼 我們學校幾乎沒有教 對不對 我們學校幾乎沒有這種 教育的概念 我們學校其實教的是什麼 競爭 成功 對不對 我們講的是競爭 在一個強調高度競爭下的 教育環境裡面 其實你很難要人家合作啊 每個都是從那種精英競爭交易出來 你突破了社會之後 你要怎麼合作 不容易 所以其實合作教育有很重要的 其實整個社會 必須能夠在一個 我們在共同想像的 相互扶持 互利的那種社會結構底下 這個合作組織的發展 才能夠相對穩固 我覺得其實這也是整個台灣 各位 再讀個例子 台灣很有趣喔 台灣的合作社主管機關 你們應該知道 這在台灣應該都很知道 合作社主管機關在內政部 內政部 全民要合作籍人民團體 一直 合作社跟人民團體 在同一個組織下國裡面 那這個問題在哪裡 我們剛剛合作企業者 第三任者 有沒有第三任者 經濟商業 那台灣 當合作社把它 被放在人民團體裡面 其實某種程度 它可能就失去了經濟的功能 經濟的活動 為什麼 因為從國家的角度 我們就只是一般的民團 這種人民團體 工程度就把它營運化了 他就不在乎 他在這裡面合作社 應該要有的經濟活動 跟積極能量 比如一個例子 我這也是聽前輩講的 我沒有說在找個誰 聽前輩講 內政部你去 你看我要成立很多任務 你去了 然後你不要說 我要成立什麼業務 他還會跟你討論 你這個業務會不會賺錢 這個業務現在怎麼狀況 內政部 人民團體失了 你跟你躺入這個市場 機制這個市場的營運 狀況會不會賺錢 這也蠻猶豫的 所以其實在其他國家 比如說韓國 韓國 韓國社的組織 其實是跟很多的社會企業 或者是收藏企業 SLS 他們其實在同一個架構下 他把它當成是一個經濟 經濟組織 你看看 只是這個經濟組織 是一個民主 美國民主化的經濟組織 他一樣跟一般的企業 外部的市場 一樣是一樣 跟外部的市場做的一樣 你要賣麵包 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的麵包 他都設了 你要賣麵包 對不對 也有一般的企業的麵包店 你跟他的外 在市場上運作 其實功能是一樣 可是內部是一個民主化 經濟民主 大家共同共同 所以其實在很多國家 其實他是把它當成經濟組織的 一個想像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合作社法 因為有一些 可能未來都市民要去處理 的一個問題 否則如果一個合作社被 可以掩割掉經濟功能 那他就真的只是 要很有優惠化的小社而已 那我想大家也不會想要去嘗試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剛剛在那邊轉 我想說 合作社的英文是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cooperative ok 但是我公司裡面有一個叫 cooperation 其實他有什麼叫 零件 大一些 企業 也有 Prince 也有 Enterprise 也有 Company 那其實 某種程度上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 他也有可能是一種類似 類似像 類企業的型態 也有可能這樣存在 比如說 譬如說 比如說 剛剛記述所提到的 提到的一些 一些例子 沒關係我覺得 在場應該有蠻多人 有 可以分享的 实质经验上面或者是 操作上面的一些经验 有吗? 好,来 好 我讲说我其实前面那一段 可能因为我自己在来合作社之前 我一直待在作社 所以其实反而 就是照理说我应该 现在相对会对合作社比较熟悉 但是其实我 那我自己今天在分享中很有感的 是前面在讲 NB组织工作者的那一段 因为那一段的原因是因为 即使现在我们在合作社 我还是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可能经营者会跟你说 大陆我们现在营运很困难 然后要共济时间 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 然后其实我蛮好奇 今天来很多学生 就是我还蛮惊讶 然后我觉得合作社 它是一条俗路 但是如果自己来经营合作社 真的是一件 尤其在台湾是一个 挑战度很高的事情 就是即使我现在在合作社 然后我会觉得 还好我在 我是合作社底下的工会 那如果我自己去成立一个合作社 我真的很难想象 那个就是 优势在哪里 但我知道那是一个 未来面对社会 必须是需要的组织 而且看起来 我觉得不只是合作社 或者是工会 它确实是可以并进的 对 对 好 还有吗 有要分享吗 好来 我们一阶段 好 想起来 我刚刚提到的 这些组织 可以从哪里 政府机构里面 去拿到一些机会 那 这些机会是 专属的 只有我可以拿 你不可以拿 如果你可以拿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边来 接受我 受我的屁股 这我只想不到 为什么 这么多 人 没 那机会去 拿到机会 自己来发 发挥自己对社会的 期待 去 找到他 要改参 改变这个社会 这个意思 我需要去 被受过 然后才 这么凄惨 就组织一个 好像是 受困者的 联盟 有苦来在 请教一下 好 那 还有吗 没有的话 我就请两位 回答 带结论 好不好 来 我稍微再讲一点故事 其实就是 当初这个 非因因素资财业公会 其实并不是我开的这个团 但是 就是有一群 NGO的工商者 就是他们在不同的 NGO里面 或者是某个特定的NGO里面 然后 做的这个很 很不改 就是各种 就可能是包括说 刚刚讲的 可能是 例如说非因因素资 它的这个发展有限 它的经费来源有限 它通常就是捐款 跟政府补助 可能是专盘 或者是 任何申请性的补助 那 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很多时候就是 刚刚讲的 常常会有财务困难 或者是说 它很难有 在额外的部分 在拨到说 这是员工的福利 或者是性资货等等 所以其实 那时候 这一群人 我其实是比较后期才加入 然后大家在讨论 就是说 觉得说 这些NGO里面有很多问题 那这个所谓的问题 不是只是说 这个公司 不给加班费 或者说 这个公司 没有什么管理制度 而是更全面的来说 就是 有非常多的NGO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 好的规划 那这个所谓的规划 不只是 财务的部分而已 而是方法说 它可能连 这个组织 连什么募款 它可能不清楚 或者是说 它在一整年的财务规划里面 它其实把 绝大部分的东西 都放在业务费上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去思考到的是 原工可能也会有 例如说 流动率 或者是说 它有加班费的问题 它可能一开始 就是这个组织 它其实就没有把这些事情 算在里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谈的 其实最一开始在谈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去改变 这些体质不了的NGO 就他们在做的事情很重要 那做很多社会议题的倡议 然后政策的推动等等 但是 可能是 我觉得这可能是 就是NGO的一个署名 就是说 这一群创办的人 他们很有很多的想法跟理念 可是他在思考的时候 他的创办这个协会 这个资金会的理念 是我要去改变这个社会议题 这个事件 所以他其实 不会把自己当作是 我是一个老板 他没有这个意思说 我今天是一个老板 我雇用了这么多雇员 来帮我一起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他当然不会把这些 员工的劳工权益 放在这个里面 那其实当初这个工会 组成婚 我说起来有点好笑 就是我们当初最一开始的诉求 其实是希望 所有的NGO至少 能够符合老子法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卑微的一个诉求 就是至少合法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 很多不只是像所谓的NGO工会 其实有非常多的工会 也都是这样 他们当初其实要的 可能只是要加万费 或者是说 其实公司每一年赚了这么多益余 那为什么没有碰到员工身上 对 所以其实那个 呃 那个的症结是在于 就是说 我们认为就是有很多事情 其实应该是可以讨论的 就像刚刚进出 在台湾合作社里面 他其实应该是要 就是所有的 厉害关系人 都能够有参与的成分在里面 那如果说就是 呃 我们好像在讲就是 G&D组织他有很多他的理想性 那如果说你 恐恐深深在谈的是 环保、谈人权、谈 各种权益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的员工 在你的公司里面不能谈 我们公司里面的这些制度 能不能有讨论的空间 对 所以呃 这是当初就是工会成立的一个脉路 然后 虽然因为没有人问我 但是我自己还是很想讲 就是在业配一下 刚刚进出有提到 就是呃 我们去年办的那个 劳工营展的主题 叫做幻民主进入公司 那这个主题 其实是我自己 就是从大学以来 一直在参与很多 劳工运动 或者是劳工团体 甚至工会组织 的一个疑问 也是一个心得 就是说我发现就是 呃 工会运动它其实有它的极限在 就是说因为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 怎么看工会这件事情 好像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媒体上的工会 其实都是跟脂肪是对立的 要罢工 不然就是抗争 不然就是去劳工部 其实被抗抗 好像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就是它是一个很冲突的一个状况 可是其实工会 它不应该是一个 就是全面都是对立的一个角色 但我们很少去谈到就是 那工会它其实作为 除了监督公司 或者是说参与一定程度上 公司的营运 或者是一些管理之外 工会还能再多做什么 就是这块部分 其实我们很少看到 然后另外一个是很多时候 其实工会其实跟资本家 应该说工会跟企业 它其实是纯实相似的 特别是企业工会 我今天如果我是一间公司的企业工会 如果我这个公司找 我这个工会这样就没了 就是所有员工都只能就是吃土 就是我姐 顶多就是多要一点资减费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变成一个官场的工会 那如果说我们只能在就是 有限的资源里面一直去争作就是 老板你要多分给我一点 或者是我员工 我必须分少一点点 就是如果只是在这个中间做拉扯 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如果说 我们不能跳脱出这个框架去谈 就是例如说 我们怎么要让公司更好 我们常在谈的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在座应该有一些也是 有社会经验出去工作过的人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 我作为一个第一身的人用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改 可是上面的那些主管 他们通通都不知道 然后你去跟他们提这件事情 他就会说这种不可行 可是对你来说就是 你现在在第一线面对 不管你是去提供服务 或者是你面对不可 你就知道就是这件事情 必须要改变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断层 这个就是那个 资本主义的这种就是 阶层的分析 所以他会让就是 劳工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遇到的困难 然后第二个是 这种阶层 他其实也定程度上 把这个权力分开了 你今天做为第一线的劳工程 你没有权力去改变公司的一步政策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有一些公司他营运不良 或者是甚至倒闭 他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 他发现了问题 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善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 像刚刚讲的 合作生态有很多的是 重点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参与的精神 如果说今天一个公司的营运 他是比较贬低的 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谈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问题 我们就可以立刻讨论 如何能够去解决的话 那是不是其实相对来说 这公司的营运会更有竞争力 他的服务会更好 因为他可以改善更快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定程度上 就是工会跟合作社 这两个东西 就是虽然说他的 组织形式的概念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他的核心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民族跟参与 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面 也有就是可以说一句话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然后真的很推荐大家 去看一下去年的开幕片 就是在YouTube上 跟那个脸书上 都可以直接找 就是2018的老公民一展 然后开幕片叫做工人高公司 好 我觉得其实确实 今天谈的这一个主题 是我其实一直在想 就是说 我们在谈整个 台湾从劳动的一个角度 其实是很大量 要收入整个角度的 寻求去看这个关系 但是相对来讲 就是我们认为 其实全世界的 劳动的形态 都只有收入 那收入 那收入以外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更好的一个 组织架构 跟一个形式 是可以的协助 这一些人 他在生活上的寻求 比如说 刚刚这里 我们都那个 是不联网 小朋友做这个 的成员 如果我来看 大家都会谈 一个1844年 Lostale 这一个 是一个很 很高的一个典范 可是如果你去看 都对了他的寻求 他其实 为什么要主持成 这样的一个小工作 他是成为一个 尊严生活 这一群人 因为在当时的物价 非常地高 物价的博序 所以他们 共同购买的方式 去提供一个好的 但是价格 合理化的一个商品 让所有的成员 都可以在这里 得到一个 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为他也是成为一个尊严生活的 角度开心 所以其实合作生本身 如果今天没有办法 让自己 时时刻刻警醒 我怎样让在这里面的 所有的利害关系 维持有尊严 尊严这两个其实非常重要 维持叫有尊严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组织 可能慢慢慢慢地 就变成是 越来越 戏业化的思维 那当他变成系列化的思维 内部可能就会出现 我们在讲的权威 权力分工 分化 阶层 这种形态的那种 是非主义企业的形式 就会在这里慢慢地出现 所以我觉得其实 刚刚卡拉讲的非常好 就是说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 平等的社会 我们相对也希望 谈的是一个平等的组织 这个组织里面 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他的位置 为这个组织有不同的贡献 并不是只有高学历者 或是挂的高阶经理人 才要贡献比较大 为什么他的贡献比较大呢 对啊 他为什么可以利这么高薪水 美国一直最近在研究一个东西 就是美国高阶经理人 跟一般他们的员工的薪资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大概308比1 308倍 一般工人的薪资CEO 预测是308倍 预测是308倍 更高的 我还看过瓦瓦瓦瓦瓦的 1188倍 对啊 但合作社 一个美国的研究 合作社里面 内部也有行资的差距 但是倍数大概在2.1 相对是一个更平等的结构状态 那这个结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也就是内部 其实是一个扁平的 平等性质的 它是一个去结构 去权力 权力归权性的一个状态 才有可能出车 所以今天 是不是要鼓励大家都去投入合作社 不 我也不做这样的打算 因为合作社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找到一群人有共同的理念 大家都愿意支持 而且我们对合作社有共同的想象 大家再来去知 否则的话 如果今天每一个七个人 对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不一致 想法不一致 你一把他套到后坐这 未来其实风险会很高 我坦白讲风险会很高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说 如果今天国外的模式看到的是 其实你可以先从一个民主化的 内部民主的公司开始走起 也就是 我虽然是公司 但是我内部的讨论 大家的权利 或者如果发生权利是一次的 大家都有机会 贡献在这里的声音 贡献你的所学 大家帮我们讨论参与 来决定整个公司的发展的走向 即使它是一家公司也OK 但是呢 它最重目标是 要能够让自己这个组织 大家凝聚到一个目标之后 能够往合作社去转型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我觉得在台湾推动这样的运动 很重要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想象 在台湾中 好 我先借大家的声音 感谢两位好不好 希望两位跟他的发言 我相信 当然也不会说合作社 将来就取代了所谓一般的企业 我相信在未来一百年 大家可能企业组织的形态 还是继续存在继续的运作 那合作社跟工会之间 两种不一样的组织 能不能促进 比如说 假设一个有劳动需求的人的尊严 我觉得这其实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的一种 一种不同的思考 最后我用一点时间 就是说 其实我个人对跟合作社之间的那种经验 关系 1996年 我记得非常清楚 1996年的时候 当时在计程车 就我现在讲Uber 我讲那个电招车 我会讲电招车 我刚刚上网看一下 马来西亚现在这两个电招车 也在针对他们的被Uber 被这种电招车的公司恶意停权的 这个情形要进行抗争 他不是彼此之间竞争 而是说我恶意被停权 我今天突然间不能够再客了 我今天突然间不能够去做这个service 1996年以前 要开计程车 只有要买一种个人的车牌 要买怎么样 你要靠航 靠航会有非常昂贵的靠航费 而且你要自己买一台车 漆成黄色 然后呢 然后呢 花了十几万 去租了那个 牌 结果就产生了什么 不靠航运动 好现在就不靠航运动 那 因为靠航运动 而导致 我们常看到 建车司机在街头上面有一些冲突 所以那时候建车司机就弄了一个 弄了一个运动 就说 既然 车行是一种管制的管理的方法 那合作社应该也是一种管理的方法 也是用组织嘛 所以他们就出来抗争说 假设国家要治理这样的一个车牌 好了 那 可以用车行 当然也就用合作社 那合作社至少我不用缴靠航费 我不用用很昂贵的钱去买到 租到那个车牌嘛 然后最后的 最 那个 然后被所谓的车行老板剥削 那一阵子真的是还蛮成 街头上面也接着泄漏的 后来大概在找了一个 1996年的10月10号 我们说要一万台计程车 包括金融府 计程车大约兵运动 成功的推动的开放 合作社的计程车合作社的成立 那当然也让一些很基层的劳动者 很基层的劳动者 他们的整个在他们的剥削关系里面 被解放出来 我觉得其实 其实 当后面的经验讲说 计程车合作社为什么 突然间又感觉起来 并不是那么 运作的那么好 那这是 Long Story 我大概也 后来也就花太多时间去做 这样一个追踪 不过 我想今天大概 两个给大家的一些评讯 这很清楚 不同的组织形态 它可能可以改变某一些人 它的劳动尊严 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劳动尊严 那我们未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针对这两个议题 比如说像 像劳政的医生资讯 或者 我们也有很多合作社的 这样的一个资讯 还有很多合作社 本身就有很多的资料 还有峰会的网站 都应该可以找到更多的资讯 那今天就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请允许我用 三十秒做广告 昭函那个 生物有要共产服务吗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 欢迎大家上 我们劳政的网站 跟 MGO共会的 路径 请允许宗会的网站 有网站吗 有 还有脸书中 可以看我们的资讯 然后 也小小的 推荐一下 这个书店的活动 六月份的佐传主方签 是这个书店办的 读书会的这样的活动 读的书 其中原本是 津苏代的 贫穷经济学 穷路经济学 几号我忘记了 六二四 然後另外一本是《真實無托幫》 林祥宏老師帶的 另外一本是《被剝削的一代》 是由林祥宏老師所帶領的 然後自己自己讀的 那左翔主辦這本就是一個 因為上面的獨立書店的書都賣很一億 那要拿起來我有點能砍跟心裡在戴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圖書會 歡迎大家上桌子柳樹森或者咖啡的審視夜 看一下我們的活動 歡迎大家幫我們參加 今天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也請大家歡樂小黃 就是把椅子遮蓋椅 然後放下那個牆邊 謝謝大家 謝謝